一头熊狮试图扑倒野牛,但被强壮的野牛拖行了数米远,还被踩了几脚。 现在双方开始僵持,熊狮能够成功吗?让我们从头看起。 草原上一群野牛出现在了一头熊狮的视野里,这头熊狮开始打起了小算盘。 聪明的他躲到了一棵树干旁埋伏起来,只见他俯卧着身体以为自己隐藏的天衣无缝。 野牛群缓慢地前进,虽然野牛的视力不是很好,但带头的大哥还是发现了隐藏的熊狮。 小编想说,这狮子的隐藏技术还有待提高啊。 熊狮发现自己暴露了,只得提前发动袭击。 野牛毕竟是食草动物,看见威猛的熊狮,吓得飞奔逃命。 熊狮扑向牛群最后一名成员,但野牛的力量将狮子拖行了数米远,还顺便踩了几脚。 从体型来看,这头野牛还没完全成年,体重只有500公斤左右。 而这头熊狮虽然已经发育成熟,但体重只有200公斤左右,所以熊狮单条野牛还是非常困难。 好在,此刻熊狮已经牢牢咬住了野牛脖子,掌握了主动权,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倒猎物。 野牛开始奋力挣脱,靠着力量优势,它将熊狮不断向后拖行,试图摆脱狮子的尖牙。 奈何熊狮10厘米左右的尖牙,已经嵌入了野牛皮肤,野牛的挣脱只是徒劳。 求生的欲望迫使野牛继续反抗,熊狮坐了起来,然后前肢抱住野牛颈部用力下压。 此时,野牛呼吸越发困难,身体开始出现摇晃,熊狮瞅准时机用力放倒了猎物。 野牛仰着头拼命呼吸,快要窒息的它,利用后肢做着最后挣扎。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熊狮终于单挑,干翻了野牛。 但狮子并不是每次都能单挑战胜野牛,也有翻车的时候,这头略显老迈的熊狮就很不走运。 它用前肢试图按住野牛脑袋,却遭到了野牛脚的疯狂攻击。 可以清楚地看到,老熊狮已经身受重伤,明显处于劣势,被野牛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 这是小编见过的最惨的熊狮,可能野牛也有了怜悯之心,准备一走了之。 但熊狮为了自己高贵的尊严,不愿认输,追上去将整个身体压在野牛头部。 这无疑是自寻死路,野牛脚顶在狮子的腹部,随时都能刺穿它的内脏。 毫无疑问,老熊狮高估了自己,这头野牛体型比之前的更大,体重接近800公斤,极具战斗力。 而老熊狮不到180公斤的体重,还敢和人家单挑,完全是以卵基石。 经过一番战斗,老熊狮已经奄奄一息。 野牛不再可怜它,冲过去要置它于死地。 老熊狮抓住野牛鼻孔,做最后的垂死挣扎,野牛毫不客气将它拖行了数米远。 更糟糕的是,另一头野牛也冲过来,用牛脚连续攻击它的头部,临走前还狠狠撞击它的腹部。 最后这几下对老熊狮造成了毁灭性打击,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它居然再次站起来主动发起攻击,野牛都被震撼了,一动不动地看着它。 最终老熊狮躺在了这里,再也没能起来。 所以凡事都要量力而行,不要盲目自信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欢迎大家点赞关注。